歡迎收看 哲瑞 你的這個視障 雙眼失明是 高中的時候才發生的 高中以前什麼都看得見 對 視力很好 可以看很謠言 考試都作弊啊 我們看別人的有沒有 連那個名字都超錯 超別人的 所以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就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很愛運動 我小學是軟網校隊 然後國中是籃球隊 但雖然是後補 因為比較矮 但我很喜歡打球 那時候就有一次 我記得我六次去打球的時候 突然覺得很累 然後左邊的視野就變得模糊 這在模糊之前 你有因為運動 或者是你自己有撞到 還是說受傷過嗎 沒有印象啊 就是沒有這樣的感覺 沒有 醫生有問過 我說你有沒有 就是頭去撞到過啊 我就沒有印象 但是你說打球 那每一每碰撞都會有 然後比較大的 讓你印象深刻的就沒有 是 後來就開始看不到黑板的字 越來越模糊了 我就開始去問老師說 老師我看不到 老師幫我刁墜前面 然後跟我講說 有一間眼科很有名 就去看 醫生就做完檢查 然後只跟我講說 這個我不會醫喔 我就有一種傻眼 我想說 我就是小病嗎 不是眼睛小問題而已嗎 然後跟我這樣講 然後我就嚇到 他就寫了一張紙條說 他說我介紹你 我的學長在台北你去看 然後說你這個沒有醫好 你很多事情沒辦法做 你可能沒辦法看電影 沒辦法騎車 沒辦法開車 我就騎單車回家 我沿路哭回家 我就腦子都是醫生那句話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醫好的話 你很多事沒辦法做 然後我又是單親家庭 我回到家之後 就跟我阿嬤說 老人家很傳統 他也不會安慰你 他就說 有病就來看 然後那一年是SARS很嚴重 然後也沒有什麼人會來看 但我阿嬤一個字也不認識 我又剛好剛開始看不到 我們兩個就說 隔天就去看醫生 就兩個人手牽著手 一個又不認識字 一個又看不太到 就都用右眼看 就比較吃力 然後就住了一個禮拜的醫院 在台北 你們兩個就 我跟阿嬤 子孫兩個 就從花蓮到台北 就做核磁共振 腦波斷層 眼底攝影 該做全部都做了 結果醫生 他就說 可能是視網膜病變 我們試試看類固醇 那時候就吃類固醇 我從58胖到75 但是那時候 一出院之後 我反而看不到紅綠燈 我要進去之前 我還看得到紅綠燈 我一出院之後 我發現看不到紅綠燈 然後類固醇 看不到紅綠燈的意思是什麼 是變黑白還是什麼 沒有 你連燈在哪裡 你找不到 然後一直都沒有好 我每天要吃很多藥 然後因為那個好像很毒吧 反正我臉上全部都是痘痘 然後也沒有比較好 又再回花蓮看 然後看了之後 又做立腺體的檢查 然後割一塊肉出來 然後那時候 我左手綁彈性繃帶 然後綁太緊 左手隔天整個黑掉 比這隻手大 然後又掛急診 醫生說差點要截肢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奇怪 我以前不是都很好嗎 為什麼一連串衝 眼睛開始看不到 然後又差點截肢 然後醫生又說不然打一個針試試看 我打那個針之後發燒 然後我在家裡躺了幾十分鐘之後 一睜開 整個世界都不一樣 你就變得更模糊 連在家裡去廁所 你會覺得你找不到廁所 所以那時候我就 每天都躲在房間裡面不出門 我連吃飯都是我阿嬤端進來 我那時候覺得我像少爺 我阿嬤吃飯喔 然後有時候我就亂發脾氣 然後我阿嬤都沒有生氣 他就只是 有時候會甚至跟我講說 阿嬤啊你 因為他餵錢是每天都往外跑 因為我阿公在家 我就不喜歡在家 因為我阿公會發脾氣啊 打人罵人 然後我阿嬤就看我每天躲在房間 完全是變成另外一個人 他就跟我講說 你有要去外面散步嗎 你要不要去散步 阿嬤帶你去 然後我就聽到之後我就想說 他還很擔心我 然後我就說好啊 他就牽著我的手 我就是真的是十指交扣喔 然後我們就在家裡的巷子口 然後這樣走來走去而已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我好希望趕快走出去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 七十幾 快七十歲了 七十出頭 然後我就很害怕說 那我如果繼續這樣 他到底還要為我擔心多久 我就逼著自己身體走出來 但是每次事情 我對我來說我都很痛苦 因為我還沒有辦法適應 真正的變成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連拿手帳要出去的時候 我都會怕 因為我總覺得病人會笑 然後我阿嬤有時候 會看我出去 沒有拿拐杖 她就會說 阿嬤你乖子沒聽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是腳不好 會叫手帳 我會跟我阿嬤生氣 然後我阿嬤就會有一種 很無言 就會想說 她在計較什麼 但是那時候的我很 心裡很脆弱 你什麼其實不願意去面對自己 必須要用到手帳 你一句話我都會覺得 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甚至會有時候 找同學去吃飯 然後聊天聊心事 然後那時候同學都不 不覺得我真的看不到 然後他們說你看不到 那我夾菜給你吃 結果她夾衛生紙給我 我真的咬下去 然後當下的時候我很難過 我說為什麼你們要這樣欺負我 我們明眼人看你 都不會覺得說你會視力有狀 真的所以有時候很多誤會 甚至我就很難過 我想說我想趕快吃完飯 然後我就說我三個廁所帶我走吧 然後她帶我去廁所 她帶我到雙黃線上 然後說這裡是廁所 然後我心裡就說 可是我聽得到 這也不是廁所 她才有一點覺得 她玩笑開大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 過程對我來說很痛苦 因為我每天都 只要睜開眼睛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只要睡飽了我就看得到 我就每天騙自己 每天躺在床上 然後聽收音機 就覺得這是跟以前一樣 就等待一個奇蹟 你會覺得說明天醒過來 我一定恢復正常了 對 但實際上都沒有 還去針灸 還請神明來家裡有沒有 這一概這樣 就都做了 對 然後都做 要睡啊 要念嘛 就都找啊 然後可是就沒有辦法 然後我是真的因為 我不想看我阿嬤很難過 所以你們家裡面 爸爸不在嗎 爸爸人還在 可是那時候他的狀態 就是一直酌酒 所以都是阿嬤在照顧你 對 都是阿嬤在照顧我 就是阿嬤都在我旁邊 即使阿公有時候在家裡 他會一些家暴嘛 後來阿嬤做什麼 我開始去做表演之後 有一個全國的巡迴 然後八月份要到花蓮表演 我那時候就很開心 我想說太棒了 因為我阿嬤很怕坐火車 因為她曾經火車踩空 踩到那個空隙 八月份要到花蓮我很開心 然後結果 就在六月份端午節的時候 我在按摩工作 然後工作到一半 我手機一直響 但是我們工作不能接手機 一直到有人敲門 店長一打開門說 小花 我的外號叫小花媽 小花你阿嬤走了 你過世你趕快回家 我那時候一瞬間是 因為我其實跟我阿嬤每天都會講電話 就是那種 我阿嬤都會在公共電話頭兩塊 然後打給我說 吃飽會冷嗎會疼快去睡 然後我在想說 昨天不是在跟他講話嗎 為什麼 你現在跟我講他走 我就跟我堂哥堂姐聯絡 我說你們在哪裡 他說飛機過了 我們要開車回去 然後沿路這樣從台北開到了花蓮 然後在南冰 那個冰儀館 每個人都圍著冰櫃在哭 我距離最遠 因為我覺得這是假的 一直到我姑姑從旁邊走 過來拿著我阿嬤每天 因為我阿嬤是在做那個 撿資源回收 我阿嬤都會拉著一個小菜籃 然後背著一個小包包 雙背的 我姑姑就拿那個包包 走到我面前說 哲瑞阿 阿嬤已經走了 你又眼睛看不到 以後沒有人可以照顧你喔 你要自己好好的加油 然後那裡瞬間之後 我就聞到從包包 散發到阿嬤身上的味道 因為他每天背 然後我一聞到之後 整個人是崩潰 然後抱著那個包包在哭 我才有一點相信 他真的離開了 原來每天陪伴你的這個狀態 他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那一旦他倒下的時候 是你沒有辦法去想像 說為什麼一個明明他 都會每天陪你的人 然後說走了就走了 然後你要打電話的時候 那已經是空號 你每天在等一個電話 你怎麼樣好像就等不到這樣 結果阿嬤走了之後 後來爸爸回來了 我爸對沒錯 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小時候我爸每天就是 我回到家就是酗酒 然後甚至他在我小學的時候 你在家酗酒 我爸我爸都會酗酒 因為他沒有辦法接受他的狀態 然後回到家都會看他在不在 他其實很常不在家 有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口吐白沫 酒精中毒 喝到這樣 他每天都會用那個寶特瓶 裝米酒喝阿 每天這樣喝 我阿嬤走了之後 他真正的我爸戒掉酒 然後變得很好 雖然我剛看不到的時候 他有好過兩三個月 那時候我剛看不到 我連指甲都不會剪 我爸就幫我剪指甲 然後我眼壓很高 高到四十多 我爸就拿那個涼涼的藥膏 然後幫我擦頭阿 然後我剛手術完之後 他還幫我擦澡 我那時候才覺得 原來我有爸爸 原來爸爸他在身邊 然後我看到現在的爸爸 我會覺得很棒 因為即使他現在沒有工作 他就是會去上一些才藝課 然後跟打那個老人的吹球 可是我都會跟他說 我很喜歡你現在的狀態 你現在對我來說 是精神支柱 你健康我就很開心 我是這樣跟我爸說 我爸都會笑笑的說 他有時候會跟我講說 那個不是以前的我啦 他有時候會有一種 他也覺得以前的他很不好 但是那時候的狀態 他沒有辦法去接受 那個樣子的自己 所以他把自己關在那個房間 然後每天喝 都會覺得很不好 對